幻想无数部动词真格 大家好我是浪金 今天要给大家带最新的一期版内地图了 那么之前呢 我们给大家录制了 如何从朋友变成恋人 有兄弟在我们的下面留言说 哎浪哥 我就是卡在了这里 那我怎么去突破呢 那么你要突破为恋人 首先呢 你要关系身高 你要关系身高 首先要静挪身高 那么什么是静挪身高呢 那么静挪 就是去做一些 你和女生朋友之间 不会做的肢体行为 比如说牵手拥抱 手吻之类的叫静挪 那么什么叫静挪身高呢 就是我们要从低级到高级 从牵手再慢慢的到手吻 有一个步骤 所以说你和妹子 要想从朋友变为恋人 你就必须得静挪身高 那么你怎么去静挪身高呢 你不能一来 就看到妹子去牵手 那么一定要在之前 做一些铺垫 那么我们在约妹子之前 怎么做这个铺垫 可以在见面的时候 就顺起自然的身高关系呢 我们可以看这条短片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又请到我们的 Pure Map的女嘉宾 班尼 大家好 我是丹妮 来给大家录制最新的一期把妹子图 那么之前呢 我们讲了很多 其实还有很多兄弟 他不知道怎么和女生身高关系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就是 如何和女生身高关系 这样的一个讲解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 讲到就是我们要见面 比如说牵手 之前呢 我们可以干嘛呢 我们可以首先在微信上 或者在我们的聊天中 就是跟他这样的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呢 就是在这个语言上一些表情 比如说我们在晚安的时候 对吧 我说睡了 他说晚安 那就是我就要亲亲 发个报报啊 发个报报 之类的 表情先发上去 对表情先发上去 来 就是 现在有很多那个软件包 就是一个很可爱的那种 就比如说带点害羞啊 那种抱抱之类的 对 我们真的都比较好接受 今天我们女士嘉宾会讲的 这个老司机 这个也是 那经常有男生 还是老司机 今天经常有男生这样套路 对对对 是吧 那你的反应是什么的 如果是害羞 带一点点抱抱 他就觉得还好 不能太直接了 男生一定要委婉一点 比女生喜欢害羞一点的男生 不要太直接的 那你就委婉一点 对对 委婉一点 那你同时有多少个男人抱过你的 这个是秘密 老司机 这个比我们的这个 著名这个老司机 痘痘还要老 这个司机 没有 跟痘痘比还是差很多 好 那么我们可以说到 就说在这个 语言上可以这样进入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可以做这种角色扮演 比如说呢 我可以制裁是正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爱妃 众平妃 众爱妃平生 现在古装戏都比较流行 对 那么除了这个 正和爱妃以外呢 还有霸道总裁和小秘书 还有医生和护士 对吧 医生和护士有点 太过了 就爱妃跟正 对比如说这个爱妃在干嘛呢 对吧 正想你了 对的 你在这个见面之前就实时的赞助她的便宜 这是我们第二个角色背影 那么第三个呢 是这个我们在约会之前做预期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出来见面了 明天要出来见面了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可以说那 现在呢明天我们要干嘛呢 对啊 我们首先手看电影怎么样 你说为什么要手牵手呢 看着电影可以不要手牵手 对那我就没有感情了 如果我们两个出来不应该手牵手的吗 然后我就只有发害羞了 对就说你已经在见面之前已经给她确定了你们的基调就会手牵手 那么第二天你在做这样事情的时候 就会好接受 好接受 就会觉得自然 对而且她如果她不愿意给你手牵手的话 她不会跟你出来 那么你也省了电影调 对吧 就是见面之间给你 好省钱的 对除了这个手牵手呢 你还可以说 你说亲爱的我很久没有见 明天见面一定要拥吻 或者说明天一定要见面要抱抱你 因为太久没见了 对 所以说你见面的时候呢 就可以一来就去抱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妹子还比较容易接受 这个就是我们的在见面之前 和妹子身高关系的方法 那么刚刚呢 这个我们看了如何做一些关系身高的铺垫 但正所谓嘴炮 无数步动词真步 我们还是要把妹子从虚拟中 从网络中拖到现实中来 但是呢你一来一来到现实 你也不能一下就扑上去 一下就要胡搞乱搞 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很多兄弟可能也是比较害羞 比较羞涩 不知道怎么跨出第一步 那么浪哥呢 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套路 死死的套路住妹子 好那么我们和女生见了面过后呢 其实有很多的静挪的套路 那么首先呢 我给大家讲第一个套路 就礼节性的静挪 什么是礼节性的静挪呢 就是我们才见到妹子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握手 你好 你干嘛一直握人家的手 啊有吗 握得那么紧干嘛 啊你手很软啊 手很软 明明是你 讨厌 对 这种呢是属于我们的第一种呢 就是礼节性的静挪 但呢第二种礼节性的静挪呢 是我们可以介绍我们的朋友 Hello Alan 然后我的手 你看 就可以这样子按着她的腰 这个是我们的Lini 这个是我们的Alan 对吧 你的腰还挺细的 看着就不能有细腰吗 好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礼节性静挪的套路 好那么我们的第二个套路呢 就是保护性的静挪 什么叫保护性的静挪呢 就首先呢你可以看到这女生 她穿的这个鞋很细 鞋很比较细 对吧 她可能会走到这样子的缝隙中呢 她会卡住 于是呢我们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会牵着她 我会小心一点 你的鞋不要卡住了 然后就说你上次有个女生卡住过后 丢脸死了 然后第二次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对吧可以 所以就比较自然 比较自然 那么还有一种呢 是我们在这个街道上面的时候 比如说呢可能很多时候 妹子她走到 走到你的外面 我们在这样逛街 对吧 那么你可以一把给她拉过来 女朋友亲爱的 你还是走里面吧 对吧 显得男士比较分式 显得男士比较分式 而且比如说 她如果跨着一个包的话 对吧 她如果 如果她跨着一个包的话 她会这样子走在你的这边 对吧 女朋友亲爱的 来我们走这边 然后呢 你说把这个包跨过去 对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显得 更加的这个亲密 对 对 绅士 然后呢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的保护性的这样镜挪 比如说我要过街了 我现在的时候 我们过旁边去 好 顺势 你看我的手 就牵住了 我说这里 这里车比较多 然后你记住一点 你的套路是怎么用的呢 你说说你的目的是牵她手 但是呢 你的头要到处张望 哎呀 这车怎么这么多 知道吧 然后 然后呢 然后呢 就顺势的就牵着她过来 记住一点 我们说的是保护性的镜挪 你过了街过后 要马上给她放开 对吧 其实你 用这样镜挪的方式来判断 妹子对你有兴趣就已经足够了 你不用一直牵着她 那么这就是我们 如果她比较反感的话 她自然牵着她的手 就松开了 对 那么这就是我们保护性 镜挪妹子的套路 那么很多兄弟呢 可能觉得前面两个套路 它不是一种通用的套路 比如说今天呢 我们不在马路上走 或者说今天妹子呢 没有穿高跟鞋 那么下面呢 浪哥给大家 交两个真正的干货 真正的小技巧 让你随时随地的 都可以去和妹子愉快玩耍 随时随地的都可以给妹子下圈套 那么怎么去做呢 我们可以看下面这段片 好 那么我们第三个套路呢 就是可以在和妹子用游戏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升高 那么今天浪哥给大家分享两个游戏 第一个游戏呢 叫做拇指大战 那么这里是怎么玩的呢 就是你和妹子坐在这里咖啡厅的时候 你可以跟她玩 就四个手指啊 互相这样的扣住 然后呢 你的大拇指灵活出来 然后呢 谁这样子去按到她的这个关节 谁就胜利了 当然呢 我们可以玩的时候 你可以故意输给妹子说 哎呦 我要请个外语 对吧 来跟她开个玩笑 灵活一点 对 灵活一点 那么这个位置就是可以调整 那你的手可以各种在 哦 对 流动 那么第一个拇指大战 那么第二个呢 是一个小魔术 叫做这个穿越时空的这个爱恋 那么这个这个魔术呢 其实很很好玩 也很简单 比如说呢 啊 我会跟 我会把妹子的手这样子给她拿起来 我说我们在这个手心上 手背上面给你画一个这个小标记 那么当我们真正的有爱情或者爱情历验的时候呢 它会穿越时空出现在你的掌心上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说完过后你要开始摩擦摩擦 啊 这叫光滑的手臂上摩擦 对 然后呢 趁机呢 吃着 哦 吃着豆腐 啊 这时候你说哎 好了 现在 你觉得我们的爱情历验吗 不知道 不知道 要看了 看一看 另念了 对 它就会出现在她的掌心里 那么它是怎么出现的呢 很简单 你在这个跟她变魔术之前 你一边跟她说话 一边就悄悄的在这个 你的这个纸目上已经涂上了这样的口红 然后拿着她走的时候 你的手已经硬上去了 已经硬上去了 那么其实呢 妹子呢 她会一来很惊喜 其实呢 过后呢 会觉得是你玩小把戏 但是呢 你的关系在这种游戏中呢 就不停的升高 拉近 对 这是我们的第三种游戏升高关系的套路 好 以上呢 就是浪哥今天教大家的三个套路 不知道兄弟们学会没有 但是呢 牵手呢 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其实你如何和妹子进入身高 如何去更快地去确定你们的关系 还是要取决于妹子对你有没有好感 那么怎么去判断妹子对你有没有好感 以及怎么去获得妹子的好感呢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PUAMAP 我们每天会推送一则干货给大家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把媒体图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 感谢我们的导师团队 感谢花与阳光咖啡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